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再新增了6例本土确诊病例 为了扩大筛减量 尽速阻断传播链 金融市长林友昌宣布在金融市7区设置8处的筛减站 金融市新冠疫情不断 3月29号新增6例 其中一例为警察局分局长 还有房仲一家三口及进行车司机等 金融市副市长林友发也逐一公布疫调足迹 为了扩大筛减量 及早阻断传播链 金融市长林友昌宣布普社筛减站 3月29号起 全市7个行政区共有8处筛减站 提供免费PCR筛减服务 我们在今天的早上 我们又加开了5个筛减站 所以目前本市的筛减站 总共 社区的筛减站 除了医疗院所之外 有9个 那我们在今天上午呢 执行了1075个筛减的案例 那今天很多的一个市民比较踊跃来做筛减 所以今天早上 有1075个民众来进行筛减 对于金融市这一波疫情的感染源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 在溯源疫调后发现 传播源头极可能来自3月21号晚上 在银河小吃店消费的一名拖板车司机 这个案22690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点 所以他有可能也传播给 包括刚刚在讲 海大的23022的海大的老师 另外呢 他也产生了就是我们警察局的同仁 这个案22595 跟案22596 案22638 跟22597 这一组客人 产生了后续的警察局的一个群聚 另外呢 当然也这个传给这个银河小吃店的这个老板娘 造成小吃店的这个服务人员 以及其他客人的一个群聚 另外是 这个二性的这个学生 是案22690的儿子 也就是案22735 他可能在那个时候其实就 这个已经受到他的家人的一个感染 然后造成后续的恶性效应的一个群聚 至于外界关切将在4月22号登场的 2022城市博览会是否会受到这波疫情影响 缩小规模 甚至延后举办 刘友昌也给出答案 我们都会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相关规定来进行 那当然我们也会视疫情的一个状况 做好防疫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视疫情的一个情形 我们会将活动的一个 包括他的比如说入场的一个人数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一个规格 视情况来做这个提升 我想我们会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 那当然也要是届时的整个疫情的一个情形 再做最后一个决定 六昌强调 普社筛检站就是希望透过扩大筛检量 尽早阻断传播链 呼吁有疑虑的市民主动前往社区筛检站进行裁检 以实际行动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基隆海洋大学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女学生确诊 基隆市政府就联合了三间医院 紧急出动八组医疗人员到学校体育馆设置筛检站 连夜筛检2664人 救护车开到国立海洋大学 医护人员穿上隔离衣 全副武装做消毒 那得知海洋大学也有确诊 那所以我们在接到指令以后 第一时间我们就在今天的 大概傍晚的时候 就在那边设置我们的这个裁剪站 我们大概动员了大概十多位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今天会有两个这个筛检的这个站别 那针对我们学生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筛检 那今天大概会有三千多位的学生 还有包含可能师生就在这边的裁剪 那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发掘 是不是有这个潜在传播链的风险 那我们早一点这个做裁剪 那知道早一点结果 那做早一点的这个阻断 那也让这些可能裁剪是阳性的 这些师生们我们可以做一个隔离 在检疫所等等 让他们能够做早期的治疗 海大28日传出了师生两人确诊 基督市政府紧急在最短时间 组织海大筛检站 出动了多达八组的医疗人员 进驻海大体育馆 设置筛检量能全开 卫生区结合了长庚医院 结合了富丽基隆医院 结合了三种基隆分院 所以总共有六组的人马 进来做一个快速的一个筛检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扩大的一个筛检 能够把传播链给阻断 能够把感染者能够找出来 希望这一次能够总共有四千多人 预估大概今天晚上就可以筛检完 28日下午玻璃基隆医院接获通报 学校两名学生身体不适 其中一人鼻塞 另一人腹泻 体温37.6度 下午四点半送到医院进行PCR裁检 好在经过裁检呈现阴性 我们班上医院就是 学校就是有人确诊 所以说因为我们班导师体会组织上 他就跟我们讲说要来这边裁检 海大也紧急通知 在校的师生前来筛检 一边消毒保持距离 排队进行筛检 在基隆市政府的协助之下 在傍晚一直到晚间 对上留在学校的师生 做了PCR的筛检 那总筛检人数是2600多人 另外学校有两位学生 因为有一些症状 所以用救护车送到医院 那经过PCR的检测以后是阴性 所以现在两位同学也回到学校 一人一室做各自休息 海大已宣布全面停课改采线上教学 29日一早校园相当平静 我觉得学校做的反应还蛮快速的 就是因为昨天刚一直到 然后马上就是有发全校信箱 请学生不要再进学校 对然后所以就是 基本上学校后续做的 然后马上开会啊 马上讨论说后面就是 要怎么实施远距教学 就是停课不停学啦 让整个学校的环境 还是可以运作下去 对然后像昨天就是马上 就是已经盘点 要怎么实施远距 要恢复一下记忆 因为去年到现在也是有一段时间 然后还有一些新老师啊 他们可能都还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那我觉得 学生跟老师 渐渐都是很快的可以接受 比较不会像之前那么慌张 还可以啊 因为学校其实都有在做 那个防疫相关的宣导措施 所以还可以 昨天筛检完后大概 好像到晚上七八点 算了才算蛮多的 因为大家其实蛮做 这种学校的规定 都有赶紧去做筛检这样子 那目前学校 目前都是采远距教学的方式 那教学目前都还是有 他们都有戴口罩的动作 所以是其实还算蛮安全的这样子 有了去年的防疫经验 海洋大学这一次临危不乱 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 避免造成失声恐慌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而到昨天为止 二姓中学已经有 九名学生确诊 为了要加强疫情的监控 金融市长林友昌 下令所有二姓的失声 每天都需要进行快筛 金融市府将中央提供的 一万多剂快筛试剂 分配到七区区公所进行发放 许多家长就带着子女的学生证 前来领取 在金融市政府名证处长 王于生指挥下 由中央提供的两万剂 快筛试剂送抵基隆后 以比例分配给七区区公所 由于二姓中学到 三月二十九号为止 已经有九例确诊 金融市长林友昌因此推出 加强版疫情监控措施 在各区区公所提供快筛试剂 要求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的 二姓失声每日需自主快筛 并将快筛结果回报 金融市政府以确实监控疫情 我们二姓中学的试剂 每人四剂的快筛试剂 所以二姓中学全校试剂 我们总共会发送 一万三千四百剂的快筛试剂 每一个人是四剂 那从今天开始 虽然已经做完了PCR 然后现在是停课 这个停学不停课在家 那每天我们请所有的二姓的师生 都要进行自主的一个快筛 然后在每天的傍晚六点之前 由学校会诊之后 统一回报市政府 也就是我们利用这个扩大的一个快筛 来这个除了区隔之外 就是用每一天的扩大的快筛 来监控这个整个疫情的一个状况 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加强版的一个监控 各区区公所人员也发挥行政效率 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准备 将快筛试剂进行发放 因为昨天很多家长好像就是在 就是市区买不到这个快筛剂 那有反应 那这个市府也赶快紧急联络我们的中央 赶快来就是到我们各地公所来 就是提供协助这个市区的一个发送 那确实早上也有一些就是家长非常关心 早上就打电话到各区公所 询问这个领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件 那因为我们配合这个市府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今天中午12点准时 来发放这个快筛剂 许多二姓中学家长带着子女学生证 到各区区公所领取快筛试剂 对于出现这样的情况 家长充满无奈也担心子女健康 会啊 那就正在学校的指示啊 小朋友心情怎么样 没有啊 就是跟遵守学校的办理啊 这个状况 不会 不会吗 小朋友心情怎么样 正常 还正常 就平常心 平常心 对 那小朋友心情呢 还蛮紧张的 很紧张吗 对 怕他们自己也会啊 那你怎么安抚他 就是说就没事啊 疫苗都打了 对 怕病毒扩散出来啊 那小朋友呢 心情如何 小朋友心情都还好耶 对 有怎么安慰他 说就得到也没没办法啊 没来得及在3月29号到区公所领取快塞试剂的家长 则可以从3月30号起凭学生证改到二姓中学第二校门首位是领取 另外林二昕也宣布海大将比照恶性采取加强板监控 由金融市政府提供3万剂快塞试剂给海大校方再转交给所有师生每日自主快塞 希望透过大规模筛检紧速阻断传播链 记者张奇藤金融报道 金融小吃店群聚是越烧越大 某分局长还有警察局的某科长也懒意后 市警局就大动作展开清销的作业 实施分组分流的异地办公 而警察局聚餐的餐厅 业者停业一周 将在4月1号恢复营业 已经多次消毒 员工PCR裁剪都是阴性 对于遭到疫情的波及也是相当无奈 29日一大早 金融市警察局大动作清销 因为前一晚又传出某分局分局长和科长确诊 其中分局长打了第三剂疫苗 也被突破性感染 那两例是远警 所以跟警察相关的里面现在有12例 那包含两位是行政的工作人员 整起的传播链 其应是22638某分局政察队长和某分局小队长 因为吃饭染疫 进而烧出6名金融市刑警和2名会计人员确诊 28日晚间新增两例 分别是分局长和警察局科长 两个人都是阴转阳 本局新增确诊2名 总计确诊数12名 第二 为有效防治疫情扩散 本局即各分局实施 分组分流异地办公 并提供快筛计 让每位同仁每日筛检一次 自3月28日起为期三天 本日上午市府转发中央配送快筛计2400份 以转发所有人员使用 并要求首属严格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令警政署统筹调度警力 协助疫调警力 今日开始加入运作 目前基隆一分局 一人染疫 二分局两人确诊 三分局两人 四分局一人 刑大三人 警察局三人 累计总共12人确诊 而当时警察局染疫的餐会也曝光 据了解当天是警察局举办的春酒 洗开20多桌 业者也很无奈 业者25号接到暂停营业通知 也召回了25名餐厅员工 到医院PCR 结果隔天出炉都是阴性 我们礼拜五完成PCR之后 礼拜六中午先做第一次的消毒 第一次的清销 然后再就是 昨天再做第二次的清销 然后我们要营业之前 还会在礼拜四 还会再做一次的清销 然后我们当天只要所有有使用过的 不管一楼二楼的桌巾一套 全部都送行 业者停业之后 经过两次消毒 4月1号才会恢复营业 强调场所绝对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而基隆的疫情是持续扩大 卫福部衣服会执行长王碧胜 就一连三天到基隆参与防疫会议 协助对抗疫情 王碧胜强调 现阶段的重点在于从警察 小吃店学校及社区来追查病毒来源 以阻断传播链 至于外界担忧基隆可能会成为万华小吃店群聚案的翻版 王碧胜回应应该不会 针对基隆疫情持续延烧 卫福部衣服会执行长王碧胜 一连三天到基隆参与防疫会议提供建言 希望协助基隆市政府追查病源 并紧速阻断传播链 我们现阶段最重要还是先把潜藏的病例 或者是刚发病的病例赶快把它找出来 把传染链切断 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 我们的小吃店这边 我们的学校这边 我们的警察这边 还有我们的社区筛检站 这些相关的设置 还有运作 做比较详细的讨论 他这个越南猪他比的只是说 他这个序列现在在越南 是比较流行的这个序列 那当然这个溯源的事情 我想我们也要做 不过我想现阶段还是先把这个传播链 斩断把病例找出来 是比较重点 至于外界担忧基隆恐怕成为 万华小吃店群聚案翻版 王碧胜则回应表示应该不会 这个把这个潜在的 我们的这个潜藏的这个病例把它找出来 然后传播链尽量把它切断 那另外一方面对社区也扩大筛检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在做 那刚刚这个市长 那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明确的指示 那我也转达了很多指挥中心的建议 那我们这个沟通非常好 那我相信现在团队士气也蛮高的 那我相信我们这个应该 赶快把这个病毒追上 那让这个社区恢复平静 会不会担心说像是万华公店的翻版 我想应该不会吧 我想因为我们这次发现的也算还算早 那我们很积极的在弄 所以这个团队都非常的努力在处理 所以我想应该希望能够早点控制下来 王毕正强调 中央会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源与协助 也呼吁民众配合疫情指挥中心 与金融市政府相关防疫措施 有效控制疫情不再扩大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静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赝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参败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中佳宽屏旗下的 吉隆有线电视 善尽地方媒体的责任 除了采访新闻深耕在地外 也举办了媒体试读的讲座 这次前往七堵国小 从大数据演算法 教孩子戳破同温层的泡泡 培养批判思考的试读能力 这是要让小朋友们戳破同温层的泡泡 了解大数据分析 从现在最新的AI科技着手 带孩子了解演算法的优劣 进而培养批判思考的能力 如何试过伸展性的肺炎 就是看他的那个眼睛有没有扎 你说扎的不自然 或者他的眼睛都有扎 太厉害了 给他掌声鼓励 这一次最大的收获就是说 能去更加的善用 就是AI可以去如何的使用 还有如何去辨识这些假消息跟真消息 以后也能去找出这些 避免掉到他的坑里面 我觉得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 可以认识很多有关新闻的讯息 还可以辨识AI还有新闻的身假 然后也可以更加小心 避免在网络上被骗 然后也要小心 现代人都知道假讯息防诈骗 但为何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受骗上当呢 中家吉隆前进歧督国校 除了教孩子突破同温层的限制外 还以中家制制的宣导影片设计QA 加深孩子的印象 媒体试读活动呢 带给小朋友很大的收获 因为可能很多事情 他们事先是不知道的 就是在接收任何讯息的时候 有时候孩子他可能是 一昧的全盘接受 但是透过这个活动 我相信他们已经知道 如何去筛选他们 认为是事实的真相 然后呢 如果不是正确的 他们也会停下来 然后多加的思考 我们大家更能够理解 我们要离开同温层 要戳破同温层的泡泡 我们才能够知道更多 来自不同意见 不同角度的一些说法 然后我们才能了解 真正事情的真相 避免受到同温层效应的影响 要多吸收不同的资讯 搜寻正方与反方的言论 修正演算法的结果 才不会永远只看到单一的论点 也就能够戳破同温层内的迷思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聪明视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配合世界口腔健康日的理念 卫福部和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合作 从3月21到4月11号之间 举办孕妇婴幼儿爱心亲善牙医院所活动 包括怀孕的妇女 以及15岁以下的儿童和婴幼儿 在活动期间 拿健保卡到参与活动的牙医诊所 或者是医院就诊 就可以享受免挂号费的福利 配合世界口腔健康日理念 卫福部和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合作 从3月21号到4月11号之间 举办孕妇婴幼儿爱心亲善牙医院所活动 包括怀孕妇女 以及15岁以下学童和婴幼儿 在活动期间拿健保卡 到参加活动的全市 22家牙医院所就诊看牙 就可以享受免挂号费的福利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服务的对象是怀孕妇女 以及1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婴幼儿 那在这段期间 只要拿着健保卡 到这22家牙医亲善院所就诊 就可以享有免收购号费的服务哦 那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也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护 才能够拥有一口好牙 牙医师鼓励 特别是怀孕的妇女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到牙医院所洗牙检查 因为怀孕荷尔蒙改变 容易有认诚牙婴炎发生 牙医建议孕妇可以到牙医院所 洗牙检查 避免牙婴炎或是牙周病恶化 我之前都是每半年都会洗一次牙 然后因为后来怀孕之后 应该是说还没怀孕之前 半年就会洗一次牙 怀孕之后 因为这次是怀孕之后 有一次牙瘾就是特别严重的发炎 然后来看牙齿 然后医生都跟我讲说 怀孕 因为怀孕的关系 荷尔蒙改变了 所以牙瘾容易出血 然后容易滋生细菌 所以每三个月就可以来洗牙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表示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上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 全国联合会官方网站查询 参加活动的牙科院所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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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